象拔棒每个人都吃过 但有些部位是不能吃的 这个视频将首次给大家解密象拔棒神秘的内部结构 采谢即将上演 象拔棒 用名皇帝棒 女神葛 成年个体重达奇景 是被列重的王者 这个部位叫红吸管 肌肉组织非常的发达 越臭巴低 越活跃 越新鲜 来 有多少人认为后面这个眼 是他的小皮皮和菊花呢 其实不是的啊 这是他的大嘴裙子 真正的嘴在里面 我一会会给大家看 现在我们得把这层皮拔了 方法就是和杀鸡拔毛的原理一样 用100度的开水 砖券交几下就行 嗯 什么声音 同学们 这是什么原理 壳咋碎了呢 摊成这个熊样就行 然后把两侧的壁壳底条断 右就取下来了 再这么一拽 轻松拔下 像不像似瓦 弹性那是杠杠的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象鼻 这俩大皮孔很多人认为是他的嘴 不是的啊 这家孔分别是他的进水孔 排水孔 呼吸孔 生殖孔 排泄孔 哎 五孔合一 一孔多用 和橡皮相连的这层厚的叫裙扁 也可以做吃身用 用到先取下来 内脏打开一看 这两侧的部位就是他的伞 呼吸和孤立海水用的 非常的长 不能吃 下面找的和腮挺像的东西 就是杀拔棒真正的嘴 来 有多少人是第一次见到 象拔棒小嘴的 我看看有多少人 象拔棒吃一些藻类和有机碎屑 这个嘴非常的长 不能吃 两块黑色的部位是他的心脏 大寒子物 不能吃 和心脏相连的这个膜 叫外套膜 非常的性 不能吃 这时会有人问 他的菊花究竟藏在哪 翻过来 注意看 这就是象拔棒的菊花 同时也是他的排软口和出油口 哎 可以说是一局善用 在象拔棒吃水的时候 通过压力 顺着红吸管排出体外 这块还有长线 好了 我们要开盲盒了 看看这个丹大礼 到底有啥 你们说我能不能看出来筋杆 我要是开出来筋杆的话 能否三连鼓励一下 哎呦 看兄弟们 真开出来了 同时也祝愿你们虎年都得筋杆啊 打开一看 里面就是胃囊 肝脏 消化线 这个白色的东西就是生殖线 重点来了 很多人都把这个内脏给造了 象拔棒生长在海底的洞穴种 生长粘头长 而且内脏体积大 内脏里会有红槽毒素 个人建议不能吃 吃了以后容易穿啊 我们只吃这个鼻子和裙边 改刀之前看看有没有大皮卡 冲洗一下切片即可 特别适合做吃审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 三连鼓励 下期内容更精彩